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家聰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們今天R.I.K. 今天我發現每次邀請嘉賓都好像是搞自己的 今天我們這個嘉賓不得了就是Tyson Yossi Hello 為什麼你這麼沒活力 Hi 你是否要謙虛一點 你好 你好 我有一點不情記情 知道不行嗎 謝謝 我看看你這個攝影機可能要低炒一點 盡情拍得你肥一點 先檢查一下鼻毛 我們後期幫你加上鼻毛 加上鼻毛 不要 我配合你的髮色 可以嗎 如果鼻毛是紅色的話也挺帥 好 那紅色 我先跟你說一下 我之前發了社交平台 全部都是你的粉絲問 或者是你的Hater問 什麼都有 但不關我的事 我只是負責轉戴 這個頭盔每集必戴 每集必戴 真的不關我的事 所以我不可以負責 好 好 首先想先恭喜你 我知道你最近新推出的MV 就是《Dead Guy》 沒錯 我看著這MV很特別 我看到有很多動漫元素 對 我從小到現在都很喜歡的動漫元素 火影 對 還有什麼 有數碼暴龍 有數碼暴龍 但是一開始 是那個想法 開始去想 我要進入一個其他世界 但是進入其他世界 想想一下 有什麼經典一個數碼暴龍 進入數碼世界 呢 一直在那裏改 然後就改到 不如鎖性 把火影放進去 很久不及 但都是我喜歡的 所以我看到整個MV有很多CG 對 我所知是否花了不少錢 不少 七位數 還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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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為我自己是導演 有份導 我和另一位朋友 他就跟我一起去導 我負責 他就去告訴我 到底做到還是做不到 他有時候說 你不要那麼瘋狂 搞不好 以我所知 你畫動畫的部分 是否找到了 咒術回線 這集的導演 這是令我導演的人物 可以找到他們 所以這個MV 會不會是你最滿意 或是你最多心機的MV 是呀 還有我最關心的MV 反而我很關心別人 覺得這個MV很棒 之前就覺得我MV 因為做歌而必須有 是有型的 隨便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有個前輩跟我說 他聽到預算後 他說你是傻的 香港沒有人敢做 我第一個反應是 你丟到網上 就不只是香港 就是跟全世界比 你有能力的時候 為何不做好它呢 我自己覺得 繼續 我們下一個問題 有一個人的MV 是 這個問題我都知道 你回答過多次 這也是我開始留意你 我真的看完你 在哲雲大師的訪問 有很多人問 為何叫Tyson Yoshi 其實是勾改的 我知道 我聽過 真的勾改 因為那時候 我打算認真試試 丟歌上去 我自己的中文名叫 叫程俊賢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 被人叫我中文名的 我不知道為何 好像有一種很赤裸的感覺 我這個名字 我明白 有些報道會加衝 然後 林某發 我也不明白 尊敬 我也尊敬 我知道 OK 那你繼續說 對 對 然後 難道用程俊賢去擺歌嗎 又奇怪 我英文名字本身叫Band 又是奇怪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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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小卡 我想做的那個 音樂類型 是Hip Hop R&B 你把它多幾個 Band 你繼續 然後 然後呢 我打算改名字 因為之前 讀 技術學校的時候 因為 要逢名字 在衣服上 要逢名字 就是T Y 然後C 就是 我的名字的 開始 然後 鬼仔是有 中文名的 他經常在猜 然後問我 T是什麼 到底 Tyson Tiler 叫了很多歌 然後 那時候 要改名字 我就打算用T 和Y 記得T 他們有Tyson 我問 很帥 拿來用 Y 想不到 然後 有一天 走過對面 有一間吉野家 一看 Y字 很糟糕 然後 直接 拿來用 太長了 不用後面 用前面 Yoshi 你好像說過 這個名字 從市場來說 挺好 這是在後來的 誰呢 因為去到台灣 人們都覺得 到底這個人的身份 是什麼 日本人 對 後來有人聽到 原來他是香港人 就會有更多人 好奇 去搜尋我的東西 雖然 你這個名字 Tyson Yoshi 加上你的外表 一開始不認識你的時候 有很多紋身 但後來慢慢認識你 發現你是一個很簡單 即某程度是很小朋友 其實甚至紋身去到健身 都是因為我很喜歡動蠻而做 你小時候看沙亞人 你會覺得 為什麼身材這樣 到大後才發現原來是可以的 而且方法很簡單 就是你做足這幾件事 就可以了 為什麼不做呢 我不敢說很簡單 即是這裡的力量 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你要很嚴格去控制你的飲食 但是動蠻 動蠻有些人都是這樣 他要厲害 尤其是日本漫畫 是由超廢 看他變得很厲害 他中間經歷很多事情 為什麼 通常他們都不用上班 哈哈 你有沒有想過 我當時都有上班 我都是這樣練 但是動蠻有些人不用上班 我們要上班 但你再不同 但是如果所知你有興趣就是Pokemon 對 對 還有三上遊亞也有興趣 對 對 這個觀眾就問 如果三上遊亞跟Pokemon 只可以選擇一樣 我當然選Pokemon 為什麼 因為Pokemon只有這個IP 只有它沒有什麼可以取代 但老實說 三上遊亞是有其他女神可以取代 但是Pokemon的現實不存在 所以才更加可貴 這件事 就是 三上遊亞 那就是日本有賽 那之後會不會 如果有MV 會不會找他們黑傳一下 那些相片 對 其實我已經有首歌 故事是 已經在我電腦寫好 很多歌已經寫好了 有首歌的故事 我覺得是很適合去找三上遊亞拍的 因為這個故事 是不是應該現在說呢 還是 隨便吧 說吧 說吧 因為我當時 我台灣有個朋友 他是網拍模特兒 但是他就有個跟蹤狂 跟蹤了他四年 真的很困擾 對 對 然後他跟我說完這個故事之後 一會一想這個故事 我回去就馬上寫了一首歌 他說真的嗎 是否說我有多困擾 我說不是 這首歌是由個變態出發的 他就說 我屑你 玩了嗎 你知道我多辛苦嗎 我說不是 你先聽了 他聽完之後 他就覺得 挺好聽 挺好笑的 但是 屌代入不了 因為他是受害者 他是受害者 對 我說 多謝你給你救 他說你訴苦 結果 對 我想明年應該可以出的 但是 我那天就在想 如果我真的找到三常夜來拍的話 這個故事應該都挺… 震撼 對 還有我應該都自肥一下 我覺得你不對 你的樣子又這麼陽光 所以應該是三常夜跟蹤我 有可能我做變態呢 不行 我們兩個做變態 跟蹤他 對 變態來說一定是看俗話 當然 當然 那就完成了 我今天的任務 終於又找到工作機會了 下一個問題也是觀眾問的 就是 平時有什麼興趣 我聽你說你有打遊戲嗎 有啊 但我又不是很合群的人 你玩什麼 我喜歡玩RPG 對 跟我也相似 不用煩 對 我沒有比較 我是最厲害的 對 我是主角來的 我玩那些Online遊戲 就是可能我 首先我會付錢 對 我經常被人叫我DGame 你玩過什麼遊戲 對你有過什麼 以前玩LL 那些 那些經常吵 哇 那些人很惡惡 最近Netflix 不是有LL的雜數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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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動畫 對呀 我對他有些抗拒 就是想起以前在玩LL 被人吵到很糟糕的經驗 然後我就不玩 那些 那些我都不行 我之前經常玩 是玩到我人 真的脾氣暴躁 是啊 我打遊戲想著放鬆一下 可能今天難得先放假 打遊戲先 打了兩場 還很生氣 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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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接受別人 我是辣人的 那些人 但是他就生氣 他就衝去送頭 那些 那些 那除了打遊戲 還喜歡怎樣 聽歌 我是可以聽歌的時候 我都會聽歌 就是盡量找一些靈感 那些 我很習慣有些東西播放 還有 喜歡在家裡洗碗 自己一個的時候就唱 跟著出來 所以你是會做家務的人嗎 會 吸塵都很治癒 你是覺得這件事是享受的 是啊 由很亂 變成整齊 你女朋友是否很開心 你會喜歡做家務 吸塵 洗碗 這些都很治癒 有一次他不開心 因為我 吊夠他 曬浪衫的方式不適合 他怎樣浪 他掛上去就叫浪 他不會穿好他 他不會拉整齊 即是整個捲上去 對 然後你就罵他 不然我會 一看到這些 我就會 情緒直接輸出 把他扔到那邊 這樣下去 然後 他在那邊就 我 疏 那說話女朋友 我聽你說過 好像 你是說想三十歲結婚 所以跟你三十歲打算不做 因為有沒有關係 也是吧 即是有些事情結婚之後的形象 你不應該再這樣 你不能再寫SP 又或者不能再在台上 即是還在 抹衫 即是結婚前 跟結婚後 我不知道 我好像覺得有些 即是三十歲應該在第二個階段 應該 應該 歌曲的風格 不同 其實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 作為一個藝人 跟不同時段出來的事情 應該都是 即是我現在幻想三十歲 是一個 另一個階段 但是 說不定 跟我現在一樣 對 再算 那你打算結婚後 就生小朋友 類似的 那可以試試考慮 轉風格唱完 二哥也可以 二哥 行不行 不考慮 我幫你 你也可以 做幕後我幫你 又可以 一個訪問 我做兩項工作 又可以做變態老 又可以唱二哥 變態老唱二哥 變態老唱二哥 很危 分開變態老 變態老唱二哥 觀眾分不來 開始了 這個唱二哥 是不是 露獎 你的MV露獎 是嗎 你說要拍 我才剛剛想 開隻我的飯 我就是想這樣 不可以打架仔 不可以打架仔 我們是一齊的老 我們是夥伴 不是夥伴嗎 不是夥伴嗎 沒有說過 一起做變態老 什麼 那你是什麼 我是正常人 我就是變態老 你是正常人 我是三十娘的男朋友 你是變態老 我保護他 哦 我就悶無前犯 你先不要不開心 你不要 你就被人綁住了 你會把他放在後面那些 神經病 救命 還有你和三十娘的合節 我就把他蓋起來 哈哈 剛剛你提到SP 其實觀眾也想知道 其實你之前 你也挺大方 我看了訪問 其實這個人很討厭 你沒有什麼掩飾自己 以前的東西 觀眾想問 有否後悔過在訪問上 即是說過自己 以前的一些感情生活 或者以前的SP 這些 我都是人而已 大家都會有 需要 即是會有故事 我都寫了一首歌 難道我還不認識嗎 還有我寫的時候 不要想那麼多 純粹是 表達自己 表達這個題材 有這麼多粉絲嗎 有哪些粉絲 你覺得很深刻印象嗎 最近多了幾個 有幾個 對 因為有一個 我上次在某屋邨的一個便利店 有很多人的 放學時間 然後我排隊 然後我好像都是Hoodie 帽子 然後口罩 我買自己有份在裡面的一本雜誌 然後妹妹突然這樣 因為很多人在排隊 突然向後看的時候 然後再看 他就尖叫了 然後我第一個反應是 我沒有飛禮他 竟然是這個反應 我半講笑 我沒有飛禮他 因為我朋友在外面還在等我 我沒有飛禮他 然後這個 最近覺得挺搞笑的 還有另一個是 然後他坐地鐵 他突然坐在我旁邊 他已經走過去一次 然後回來再坐在我旁邊 可以拍照嗎 可以 然後他就這樣拍照 然後我繼續坐 他在旁邊 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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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很尷尬 他不是很友善 但只不過是不說話 然後我就 玩下車 我一站起來 下車 我頂他在這個站下車 我馬上說 其實我還未到 我打算下車 然後在那個 鬥個圈上達下一班 同一班 我馬上說 然後 好死不死 那個站 只有A和B兩個出口 做戲要做全套 我要上去 出去 出去 要花錢 對 如是 花了我二十幾分鐘 我自己下去的時候 我笑 我真的要做什麼 你這樣坐地鐵 更厲害 正常是應該不行的 因為我很喜歡 搭交通工具 我很多歌 在巴士和地鐵裡面寫 還有我散步的時候寫 靈感會更多 是啊 我試過每天 設置一個時間出來 寫歌 很痛苦 一坐下 沒有感覺 然後便開始自責 便開始質疑自己 慘了 我是否已經融化了 我已經沒有資料了 我是否已經寫不到 自信心越來越低 那一期 情緒是否好 我才發現這個方式 是不適合我的 有些人說 晚上會特別多靈感 晚上不睡覺寫 好像Gareth 這些學院派 因為他們一輩子的訓練都是這樣 由他們以前練琴 到後來寫歌 製作 都是每天會放幾個小時去做 他們便可以了 我這些半路出家 我自己覺得是好看靈感 我自己覺得是 或是再找多些朋友 有些慘的經歷 便可以把他們 我有一首歌叫Bae 後面有一段錄音 就是我的朋友 失戀 我跟他聊天 他說 他想找一個跟他結婚的人 祝福他 類似一些 我聽完之後 很有感覺 我立即消失了 安慰到他一半 我消失了 把他這一段剪下來 扔進去 我告訴他 他聽完 我還說 還沒搞定 出街 沒有人認得是你的 剛好這位朋友 都是澳門的朋友 然後這首歌出現後 一堆澳門的朋友就跟我說 喂!Marco來了 然後我說 你又知道 然後這個Marco 就立即打電話 你又說Toon 我忘記了 那他有沒有因為這件事 還有一些不開心的事發生 沒有 有你可以繼續再錄 我也是打算 好像那些農場 那樣 就養著他們 不停的 將他們的不開心 變得有意義 但被燃燒自己 照亮別人 我們很偉大 他以後會上天堂 我們落地獄 不要緊 我們落地獄 因為地獄多朋友 天堂就是我們朋友 OK OK 最後一個問題 每次一定會問 接下來有什麼新目標 接下來12月會出一首歌 之後再選 OK 所以暫時都是圍著音樂 不會有其他東西 沒有 沒有 拍攝也有人問我拍不拍的 但我覺得 真的拍攝的程度太長了 他們找你是 做演員 電影還是 沒有說 純粹問有沒有興趣 那我就沒有興趣 真的 所以你說的那個 變態老的MV是下年的 沒有 即是構思 現在試一下 是否能夠達到 30、60 記得我嗎 OK SPEC OK 好 好 再一次多謝我們的Tyson Yossi 多謝你自己的訪問 大家記得我們 YouTube 支持我們新歌 DedGuy 可能已經有很多人看 可能都不算你支持我 都看 都看 OK 好了 再一次多謝你 謝謝 多謝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再見 拜拜